在昨天十二點鐘 你沒有事先跟我約好情況之下 帶著你的大隊人馬 還帶著攝影師 還帶著媒體記者 跑到我們辦公室來要找我們 然後呢企圖想要 想要製造一個假象 就叫做議員待呼職守 不願意跟市長見面 那是十二點鐘 你突襲我的辦公室 我的助理那時候都還在吃便當 我們他們不得不 在他們失敗的時間 突然站起來跟市長陪笑 我們都覺得無所謂 但是今天你居然跟我說這種謊話 好 這個我們錯了 好 謝謝 如果今天現在是十一點三十五分 如果我一個人呢 跑到市長辦公室 要求要見市長 請問一下 我現在見得到嗎 我不一定在辦公室 對 因為現在你在這裡嘛 對不對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剛剛在遊俗會的 這個議員的質詢過程當中 你說你昨天中午 有跟這個市議員約時間要見面 然後呢 市議員避而不見 我現在就問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市長 副市長 或者是任何一個局處的首長 局長處長 府會承辦 聯絡人員 有任何一個人曾經發過公文 或者是一個LINE的私人聯絡的記錄 或者是打一通電話 到我的辦公室跟我 或者是跟我的辦公室助理 我的辦公室主任 聯絡說今天 喔不對 昨天中午的十二點 市長要來跟我見面 有嗎 跟議員報告 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 因為昨天是要來新黨黨團拜會 然後我們也給市長建議說 有一些議員還沒有拜會 因為我們 有沒有約 就講這個就好了 有沒有跟我約 我有先跟苗博雅議員先說 市長那天回來 苗議員 我有說請他也傳達 有 苗博雅就跟我說 聽說市長要來拜訪 我們只有一句話叫做 聽說市長要來拜訪 你甚至於沒有跟我的辦公室 直接約一個時間 而且你是昨天才跟我講這件事情 還是用聽說這個態度 老實講 今天作為一個議員或者作為一個市長 我們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行程 這很合理吧 這很合理吧 所以就是說 我是否可以講 你們根本沒有像這樣的一個正式聯絡紀錄 你們根本沒有跟我約時間 對吧 然後我現在再講一件事情 我再講一件事情 我等一下會去調一個紀錄 昨天1點50分 在樓下電梯口的一個監視器的畫面 那個時候市長跟我在電梯門口 剛好交會 我還我特別趕回來 我還跟市長打招呼 但市長完全視而不見 市長我就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有什麼話要講 為什麼1點50分的時候 我趕回來的時候跟你打招呼 說不跟我講 我沒看到你 那我就 我沒辦法 我可以直接掉畫面出來的 不是 我今天不管是什麼原因 市長也許真的是對我視而不見 也許是剛好 也許是想忽視我 但不論如何 我想跟市長講一件事情 在昨天12點鐘 你沒有事先跟我約好情況之下 帶著你的大隊人馬 還帶著攝影師 還帶著媒體記者 跑到我們辦公室來要找我們 然後呢 企圖想要 想要製造一個假象 就叫做 議員待呼職守 不願意跟市長見面 那是12點鐘 你突襲我的辦公室 我的助理那時候都還在吃便當 我們他們不得不 在他們吃飯的時間 突然站起來跟市長陪笑 我們都覺得無所謂 但是今天你居然跟我說這麼謊話 好 這個我們錯了 好 謝謝 提到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3D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接